人生因为因缘而有聚散 文学何尝不是呢 喜汉文学网创办人喜汉 在高雄实地举办过各式各样的文学讲座 借由读书会和网络 让思维与文字彼此激荡 文学创作也可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16年前就是有一个喜汉文学网 这个网站是在网络上的 等于说它是一个以论坛的方式在经营 这些年来就是16年当中也有办一些文学奖 还有就是有出版一些刊物 这些东西也对不止高雄人 其实在文学方面我都在做一些这方面的努力 那再来就是我们自己有组织的 一个所谓的南方的封文学论坛 那这个论坛的话是每个月定期集会 那这个集会就是也召集的 我们高雄或者是南部台南屏东 三个县市的一些社团文学的这些人物 大家一起来共同经营 然后在文学上面的做一些讨论 作家写汉报导过地方文学 以摄影文字和自己的真情真心 引领读者进入一个不一样的期间 我的著作当中呢比如说在到期间打卡这一本 那么我真的就是实地深入这个他们期间在地的这些 跟当地的这个老百姓来相处 就是在我接触的我们台湾这些呢 这个各个土地 那么他们的呈现的这些 他的人文的这个景观当中 我其实是会非常感动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台湾的老百姓 那么他们真的就是很在实地的在自己的岗位上面 扎根 那么做一些呢这个生活也好 或者说呢这个文化的这些呢 根源 文学风气在用心的推动下 掀起一波波书写大高雄的学习浪潮 借以培养更多作家 在文坛发光发热 广泛吸收新一代的文学创作者 提升地方民众的文学素养 法界新闻五庸曲高雄采访报导 我说的就是说台湾的文学